現在我們要前往我們的營區囉 大概距離我們營區還有13公里 努力爬坡中 個筋肉 履歷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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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次我們來的地方呢 這邊就是來灣哈呢吼 那有一個缺點 聽到了嗎? 他就是在大馬路的旁邊 雖然他這邊並不是說完全的是主幹線 但是因為他中間有油巴士族的一個園區 所以來講的話可能會有一些觀光 所以就是離這個大馬路旁邊而已 這是非常一個缺點,真的其實不太好 那我們這次就是打這個位置啦 那我們決定要打這個地方囉 我們現在試一下落下去了 沒有辦法做不到 我們打在這裡,OK 準備開始打仗了,GO! 我們下一次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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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一些景這樣子我們就來觀察看看好不好 OK 我們就先去掃餐吧 分別 Demand給大家回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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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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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下午 稍微一點陰天 不知道會不會希望不要 今天就好 但不要下雨 OK 那麼這次呢 又有推薦大家三個好 那三個好物 那這三個好物的話都是夏天 來講就是必備的東西 那三個好物的話就是 其中一個話還是我之前用的 就是剛買不久的這個 ADAM的五輪扇 那其實 基本上我都有介紹過 上上支影片 那麼我只是想說拿它來做為一個 不一樣的方式 比較一下這樣子 它有兩種不一樣的方式做比較 好 那麼剛剛呢 稍微點飄飄雨了咧 今天有幾句跟我一起做一個 大家分享這個 裝備的部分 那麼就是剛剛說就是說 我現在用的話就是都是用這個 這個是那個ADAM的這個的 污輪扇 非常好用 OK 那我現在要推薦的另外一台 江梁山水的 也是污輪扇 也是一樣270度往前往後 這樣子 那麼我是不知道它是到這麼底 可以到這麼底 完全底的狀況 我不知道這麼底的狀況之下是要吹 可能地上太潮濕吧之類的 帳篷地上太潮濕可能這樣吹吧 反正它就可以 轉了這麼的廣角 這麼的圓 圓潤這樣 然後它整個整顆就像這樣子 像個小旋風 這個漩渦因為它就污輪扇嘛 所以有點像污輪的概念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我就覺得 感覺好像胖妞的 胖妞的感覺 因為它胖胖的很可愛這樣 所以跟ADAM的那個 整個造型來說不太一樣 它後面一樣都是這樣提拔手 有沒有兩個 ADAM的就是看起來 兩邊 ADAM看起來就像是積木 然後山水的話就是一個 小胖小胖可愛的 喜歡胖胖可愛的話可以挑這個 然後它的後面就是它的LOGO 山水的LOGO 然後包括它這邊開關的部分 它開關有三個部分 這邊三 它也是一樣三二一 就是三是最大的 然後二一這樣子 OK我還沒有插電 它是這樣子的 好 然後 它們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是覺得是 風力來說 它們的風力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好 它們風力是一模一樣 但它們連它們的那個線 它們的那個電線 後面的電線 都一樣是三米的 但是山水的電線呢 是比較粗的 它是比較粗的 然後相對的它是 它是 它原來原廠這樣子是三接環 所以要加一個架構一個這個 好如果說你是用這樣子 兩百一的電這樣子的話 兩插座的話就要架構這個 好 那這個是沙色的 也是ADAM的 它有黑色綠色跟沙色 然後它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有差別 它這個就可以分得出來有差別 就是 它們兩個風力是一樣的 所以吹起來的感覺 會有不一樣 風力是一樣 但吹起來感覺卻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這個是ADAM的 它的這個做的 是比較直立式的 有沒有 很這樣子 所以它是指向性的 吹風這樣子 所以你會覺得 它的風力很足夠很強勁這樣子 一個指向性這樣吹過來 這是ADAM是這樣子的 好我拿這樣去做比較 然後山水的 山水的它的這種 就是這個 蜂窩型的 它是這樣子交叉交叉 所以它吹出來的風呢 是比較柔和的 而且它的風呢 是比較擴散性的 所以它有所不一樣 但是來講風力 兩個風力是一模一樣的 葉片好像一個是50 一個是52吧 我記得是這樣子 好大概其實沒有差多少 那風力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一樣都是沙色 沙控這樣 就是要挑沙色來介紹這樣子 然後山水這台呢 一共有兩種顏色 一個就是戰術鱗 一個就是風暴沙 就是一個沙色 一個軍綠色啦 好然後它現在這一台呢是2980 那它2980它也是蠻貼心 蠻佛心價的 其實你看2980跟ADAM的價位 其實沒有差很多 但它就是一樣是 它好像差十幾塊錢還是 100塊 反正就是不會差很多 都是2900上下這樣子 然後山水呢 它就會有這個 哇它有提供這個耶 送這個收納袋耶 你看它是山水的LOGO 這樣子有沒有 AUDO 這是沙色的部分 它有沙色跟綠色這樣子 你看這是沙色 那我就是偏比較綠的感覺啦 然後它大概可能大小 應該是有點比 大概比一單位的大 一點點而已 一單位的尺寸這樣子 然後它還有再送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幾乎是夏天 為大家 為各位的路由的粉絲們 去做一個 買一送二 二合一的概念 就是這個 這個是電紋拍 高面電紋拍 我們看一下 它的裡面呢 也就是有附這個USB線 就在這個條裡面 我就拿出來 因為底線 大家應該陌生啦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電紋拍 就是長這個樣子 沒有 我一開始拿到的時候 我還 我不知道我心裡怎麼會想 然後怎麼覺得好像是 競選 那個競選期的那種的 那個什麼 那個扇子 那種感覺 你看它就像是一個地球的感覺 這概念 就是環保的概念啦 然後它就這樣這樣轉上來 折疊式的 折疊式的喔 然後你開關呢 你這個開關呢 開中間這個呢 它有三個開關的上下 還有這個最下面是關 過來是開中間往上滑 中間往上滑的 這邊有一個這個點 有沒有這個點 按下去 它是就顯示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就是讓你 做這個調這個地方這樣子 這個光是專門在吸引蚊子過來的 就直接點這裡給它燈啊 等我一送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往上開上去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燈 燈的部分在這裡 然後呢 燈的部分的時候 就是可能一些晚上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一個 效果 就是我已經開到有 開關這個 開到最上面 然後有燈的部分 然後這邊上面有長條的部分 只要給它按下去 這邊應該就會顯示一個紅色的有沒有 然後這個紅色的亮點 有沒有紅色的 它就會亮 那就是可以開始點了 點那些蚊子啊 這個其實也是蠻好玩的啦 那其實你看這個山水有做這個部分 來去做 呃 贈送給各位粉絲們這樣子 它就是有 29 2980 然後它就是送了這樣子一個收納袋 然後跟一個這個 這個電文拍 我電文拍 我記得它的市價應該是799 然後它的收納袋的話大概是 999 哇其實來講的話 你買到還算是有點賺到 你看又有窩窩的扇 然後又有電文拍 又可以電文字 最好不要文字 帶有文字的話 有這個的話 直接給小孩拿去 墊一墊墊墊墊 沒墊一百隻 不能回來吃飯 墊一墊 相信小孩子的墊也耗完了 可以早點休息 就比較不會那麼吵 然後它的收納袋 帶著這個收納的部分裡面呢 也就是做一個比較暖 軟式的 就是防止可能碰撞 在你在收納的時候 搬運的時候 防止碰撞 這樣子有一個緩衝 它上面也有做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的網子 這種拉鍊式的 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也是不錯的 而且它旁邊也是有做這種 小小的扣環 屬於戰術型 你可以都勾一些低扣 低扣的時候可以 掉一些可能一些 Go Zero的燈之類的 或者是一些天燈之類 刮在這裡這樣子 也算是蠻方便的喔 然後還有這個 就是這個 電紋拍 這個還不錯 這個 開始第一次拿的時候 我覺得 我可能不喜歡 我就覺得還好 我也沒有怕蚊子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對我來講可能就還好 那如果說有些人 可能就想說 拿一下這個 電紋拍的話 覺得會比較有 安全感的話呢 你看它其實 2980來說 然後又有贈送電紋拍 又有一個收納包 嗯 是不是蠻佛心的 這是推進給你們啦 那剛剛的ADM跟這個 山水的這個 渦輪扇呢 我覺得兩種 我覺得都還不錯 吹起來的話其實 感受度我覺得 感受度是不一樣的 因為一個是指向性 一個是擴散性 一個是比較溫柔 一個是比較 就是來吧 給我封的感覺這樣子 好封神啦 那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兩個價位來說 都是 其實都不會差太多 山水的話大概 一個是2980 然後還有附這個 這個收納袋 跟這個 那個 電紋拍 那它的ADM的話呢 就是它有單一的售價 單一售價就是 2490 就是那個 渦輪扇的主體 就是2490 那如果你有加過它的收納袋的話 就是2989 這是它的固定價位 那其實其實價位 其實兩個都不會差太多 只是說看你們去做選擇 或者是需要是什麼 那我個人就是喜歡 ADM的 因為它就是 很像一個積木那種概念 就像積木這樣小小一個而已 對 所以我就喜歡它這個 我是挑這個 然後看個人 如果你喜歡山水的話 這個符合你的的話 就是你的很好的裝備 然後這兩樣的渦輪扇 就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們有需求的話 有這個喜歡的話 夏天的時候真的有渦輪扇 真的是蠻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 那 就看你們是哪一種 哪一款是符合你們啦 那我一樣會把那個 連結 欸 就是在跟我 在跟我在撒嬌 然後就是給你們那個連結欄 連結 不是連結欄 連結 放在介紹欄 OK 好就晚安 差不多吃完飯了啦 那其實今天就是因為 距離7-11很近嘛 所以我沒有說特別去煮那麼多東西 就簡單方便就好了 OK 那這是我這一次裡面所佈置的部分 那我就想說 怎樣可以讓神殿這樣也變成跟殺射 在囂張這樣子 那我就 訂的蠻多了 活用上面的方式 我訂的一共是9塊的 這個偽裝網 然後去做拼抽起來 所以我的神殿的外觀 跟內部 幾乎都是偽裝網偽裝起來的 整個這樣子 那其實他這一次是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方式去搭這樣的方式 但 並沒有達到我當初 畫的設計圖的那種感覺一樣 對有點類似接近的啦 感覺像啦 對但裝裝置出來有點變得有點像是 蠻像裝置藝術的這樣子 對那但是就是還沒有達到我想要的那種 我想像中那種感覺 但是那種大概 氛圍上有那麼一點一些出來 所以之後我應該會 小塊的話我一樣會拼抽 像我在我的神殿這樣的外部 一共有 8到9塊 然後裡面的話有兩塊這樣子 這樣偽裝網去做一個 對應這樣子齁 那剛好裡面的sarser都是一樣 都是行軍床 然後所有的 然後sarser的戰術型裝備的這樣子的 模組化這樣子收納這樣子 那整體的氛圍其實也不錯耶 其實這樣搞起來 那你第一次這樣弄啦 所以就是覺得花了蠻多時間這樣子的 要大範圍這樣子掩蓋整個象牙白 那其實整體來說我覺得氛圍上 都是覺得簡單 然後不會說像移花工一樣 然後整個都是炸很多花 但是我這次還是有帶一些植物 來去做一個點綴這樣子 那麼剛好又有一個路由 就是剛剛可能有在那個 IG上面有留言出來 詢問我說 欸看到你那個移花工啊 然後那種地天啊 有花磚的啦 有其他像這種的 這種是法式經典簡約條紋齁 它是比較屬於 就是黑白這樣子去做層次這樣 那對比這樣子 那但是我一開始以為 它真的是就是很單純就是 黑白這樣子而已 那它來的時候它的顏色看起來 其實它的白沒有說到很白 然後黑也沒有說到說很搶眼 大概就是有點柔和的感覺 對喔所以我就用起來的時候覺得 欸其實它這個顏色看起來 還蠻算是蠻溫柔溫柔的那種的色澤的感覺 我覺得當時那個時候 所拿到的時候我覺得還不錯 對這樣子 那也就是因為剛剛有那個 路由叫秘物我這樣問嘛 說我用的是哪一個 然後我想要推薦說 欸薄的跟厚的啊 然後他們用的帳篷是適合幾層幾的 這樣子 那我剛好看到呢 剛剛路由的帳篷 它大概是300x400的 那300x400的話我都可以建議 就是 呃 如果說你是充氣床的話 那其實你的部分就是會蓋在下面嘛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點 趕那個那個 擋那種寒氣啊 然後晚上那種濕氣上來的話 那你可以把你的床就是直接搭在 你的這個 地點上面就是例如 我今天我就推薦這一個好了齁 我們就推薦這個法式簡約這個條尾 那如果說它是400x300帳篷 那它其實就可以買300x360 那它就可以把它充氣床 然後搭在這個地點上面 也就會讓它裡面的 底部的濕氣比較不會完全的滲透上來 冬天的時候也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不會直接接觸到這樣底氣之類 但是 它還是會冷啦 冬天來講這樣還是會冷 只是說會好一點而已齁 但冬天還是要被煮啦 就像你說水袋啦 或者是沒有軟爐啦 或者是 呃 那種比較低瓦數的那種的 電磁 電軟爐啊 這樣子齁 或者是電熱毯啊 或者是燒柴路的部分啊 那這個是不同玩法 然後所以以前都看個人齁 然後 然後我就回覆剛剛那位路友 他覺得說他想要怎麼去挑選這樣子齁 那 嗯 花色你可以去做挑選 那我剛好就 我剛好今天就有帶這花色 我就剛好想就拍一下 介紹一下這個花色給您啊 然後他這個的話 我這個是300乘 好 232 我這是300乘360的 我這是300乘360 那300乘360呢 他的重量大概是 3.6公斤左右 因為他就收起來是比較大 稍微大一包啦 他就是 因為他是厚的 因為我幾乎都是買厚的 然後他厚的話 他這個300乘360的話 收起來的話 官方數據大概是38乘16啦 收起來的收納空間這樣子 那可是 其實像我的話 我 因為畢竟車子的部分 每個人車子不一樣 所以我在收納這樣帳篷 地墊的部分的空間來講的話 那我會把它摺得比原廠還要再小一點 或者再更小一點 就是看材質啦 那如果說像那種 那種快速漲那種 骨架是一體升級的話 那是沒辦法的 因為他就是長 絕對是110、120這樣子的長度 所以沒有辦法去說到最小 所以我們買裝備 就要先衡量自己的車子 在的狀況怎麼樣 再來考慮怎樣的裝備 才是適合我們自己這樣子 那這一個 法式這個簡約的這個地墊 地毯呢 它就是 我用的是300乘360的 那它的重量大概就是3.6公斤 就是大概 對3.6公斤 還好啦 其實真的還要PO一個而已 我就其實放在後座的一個 腳墊這樣子而已 裡面這樣子 剛好塞在那邊 好 就一個空間給它 空間上運用得非常得當 因為它就是這樣 剛好就在 後座的一個腳踏的位置這樣子而已 那它這個 300乘360的話 它的價位的話 我記得應該是落在 3580 好應該是3580 對 因為它是厚的 所以它做起來 走起來其實蠻舒服的 因為有時候你看我們去 有時候有些營地來講 會有碎石地啊 或者是 有那種 我們就是 那個會要鋪上護草墊 那你護草墊 如果你沒有 你直接就鋪上去 其實你走起來是蠻硬的 其實有時候可能跪著的話 或者是怎樣的話 就是其實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都 我就會挑選這樣子 比較厚的 它再走起來 躺著 都是比較舒服 比較不會說這麼的硬 還是會感受到那種 地上那種護草墊的 那種的方方的那種 那個一格一格這樣子 但是總比沒有好 你只要鋪上那個厚的話 氣會舒服的很多 如果你要是你的PRO的話 就是跟公園一樣 那種健康健手 那種石頭那種 感覺上去踩一下 就好像櫃蒜盤一樣 那是很痛的 然後如果你對這個地墊的部分 這種花式的啦 這種很漂亮 這種厚的地墊 有興趣的話 也想要玩一下美學 稍微一下假掰的感覺 也不是假掰 就是一種疑似感 讓你的這個 你的露營呢 讓你更有生活化 更有味道 讓你的露營更舒服 這樣子 好 那如果有喜歡的話 我一樣會把連結 都放在那個介紹欄那邊 供大家去參考 那這邊的衛宇 它其實 在靠近石桌啦 它這邊這個營區 距離石桌的7 大概只要8分鐘 開車腳卡 8分鐘而已 其實非常的近喔 就採買上面的 飲料來講都是可以 算是比較 隨時還是可以買的 如果說少了什麼東西 我還是可以買 那這邊的營區 本來我們這次來 不是要來這邊的營區的 是要我們要去前面 有一個叫做三坡 露營區 它也算是一個新開的露營區 也是自己的路友朋友們找 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這三月份就定了 但是它卻 在我們要來的前一個禮拜時候 我們就會又再確認一下說 我們今天這樣子幾天幾天 然後我們又來 有確定一下 因為 其實我們都有訊息 都有留下來 我們就問他 那我們要匯款 這樣子下去 他說就不用啊 就沒關係 你們來的時候再付就好了 那 基於之後 我們都其實都有訊息上面的 留這樣子 那其實過了 就是我們要來錄影前的 一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就有去通知 他就是其實 給他們姓名調他們去查 結果就是變得有點是 已讀不悔 當然這不是我接洽的 是我們其他的路友這樣接洽 他們那種感受 他們就覺得 看到了 包括訊息這樣 他們就說非常的 不是那麼的舒服 就好像是說 簡簡單單一句話就是說 就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就是把營地 進行點訂走 那名字我重複訂單 我們是三月份先訂的 比較早吧 那 難道他跟我說他比更早的嗎 那你更早的話 怎麼會把營地給 留給我們說 OK你說可以呢 對不對 那我們要匯款給你呢 你又跟我說不用 對不對 那 口頭上面 但是我們就是有訊息上面 就是 好你們說這樣子 但是 卻發現如果今天 我們要是如果沒有 提早這樣子去再問一次 確認一次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久葬過來呢 是不是大家都不空了 是不是大家都整個就 蛤 就是 臨時要再去哪裡找一個營區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剩下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知道這件事我們就剩下最後一個禮拜 就趕快趕快找 那 當然要找可能要篩選的營區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 呃 足夠的時間去做篩選了嘛 然後也時間也近了 其實有些好的營區的話 或者是不錯的營區 都基本上都已經是滿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只好 就是將就的少 至少說大家有酒場可以大家可以 可以 可以露營這樣子 至少有個空間 所以我們剛好就找到這邊 這個營主剛好他人不錯 營主人不錯 非常的熱心 好 來這邊 這邊就是 哈萊灣 哈萊灣 露營區 他其實也在三坡露營區附近 那三坡露營區其實就是處理太多 其實那天我們這樣子下來 我就覺得 我看到了 就是 就是我想說應該是有認識的 然後因為他們就是一整個都實在這種團體啊 這樣子 那那個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跟他聽我們也是包整個區域耶 對不對 整個就是營區這樣包下來 那就是 OK 營主其實 很多事情我覺得是去處理上面的一些態度啦 所以包括他的Google 他的Google Maps 他的那個評論上面 我們其實也有請他的那個路友們去做一些 給他幾顆星 幾顆星我就不講了 對 但是我我有去看一下他那個回復評論 那其實真的是非常敷衍 因為每個路友講話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雖然重點意思都是在強調這些事情 可是他們的回復就是讓人覺得是說 複之貼上 對 所以就是 OK 那他是這樣處理太多了 所以說 如果 我沒有去看營區 所以我不去評論他的營區的好壞 那如果說 各位有去這個山坡 在路營區的話 那麼就是 真的要跟營主確認一下 不要到時候去到那邊 沒有營味 你要是從台北開下來的話還得了 那整個心情就真的是很差對不對 OK 我跟著一下 因為真的是 有點繞口令的感覺 這邊是 來玩哈 路營區 來玩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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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音區 OK 他是有分兩個區 一個是A區 一個是B區 B區跟A區呢 距離中間呢 就是這樣走這種 這種 這種道路上要走350公尺 公尺喔 只是有點距離的 不是小小 那B區跟A區就是這樣有分開的 那我們是包在A區這個部分這樣子 那A區這邊的話一共是一二三四十張 一共是十張 對那其實十張來講 它的上面是寫說一張是給五成八啦 那其實並沒有我個人覺得是 這樣子肉眼看起來並不是每一張都是有五成八的 OK 那所以我覺得營主可能要稍微要 營主人是不錯 OK我先講營主真的不錯 但是在於上帳的規劃來講 如果真的搭到十張的話 因為現在很多多數搭到帳篷 家庭室的基本上都是一房一廳偏多 那帳篷的話基本上都是四成七五成六五成七 以上甚至五成八了 多數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這樣搭在一起的話 如果說是自己人的話 這樣搭在一起的話 還好就還OK 如果是這樣分開又閃樁閃客的話 再去接的話 其實這樣帳帳的話 帳篷一搭完的話 大家去剛好先拉不用拉很長 就會影響到別人 對 所以就有可能遇到很髒髒相連的狀況 是有的 那其實我也在那種 它的評論上面有看到 很多人也是說 環境不錯 這個景也還算行還可以 可以在茶園這樣子 然後因素也不錯 但是就是真的是髒髒相連這樣子 然後這是第一個缺點 就是銀位上的規劃有點太小一點 我覺得 那是因為我們今天來的九張 九張大十張 所以空間上還稍微有一點點 可以揣摩的空間 可以比較舒服一點 不會太這麼急這樣子 但是我們就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搭到每個都帶大張來的話 那真的別想 因為它的 因為畢竟它這邊的銀位並不是說 就是誒 這樣五成堡這樣子 沒有 它可能有些是這樣機型的 T型的 然後可能T型這邊是有兩張的 對 所以其實很難拿捏啦 就是要看個人的裝備的如何 然後它第二個缺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 當然這是不太好 但是也沒辦法 因為主的地就在這裡 那它第二個缺點的話 就是它離大馬路非常近啦 那其實我這次來這個 來玩哈 霧影區 是大家一進來的 右手邊 這右手邊真的是兩張 那我也感謝我的朋友們 就是把這個區域這樣讓給我 讓我可以把神殿 整個踩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讓我好好發揮 然後 看怎樣可以讓我的 那個殺色再更上一層樓這樣 你看整個全部都是 對 其實現在是晚上 那如果說 其實包括你看到旁邊這些 它其實外面的那種的 偽裝網也是會這樣子 倒影透進來 那我這次來呢 用這樣的方式去 就是你看整個都是偽裝網這樣子 就是天與地 然後地上面來講 也是非常柔和的這樣子的顏色 黑與白但它們的顏色的對比的呈現給我的感覺 並不是說很死白的那種 而是有柔和的 所以這個的經典的法式這個 條紋 我也是蠻推的 就是整個氛溫感 有多提升這樣子 OK啦 那我們今天就早點休息 等一下用用就準備要睡覺啦 那就是我們明天早上再見 OK OK 我们这一次的录影结束了 刚好也把东西都收完了 那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些护草垫呢 都与到原来的位置去放 那我们这次搭的小节目呢 已经没有像在搭山形的上面了 是搭一个上面 这样子的三 三角形有三 然后换一个车子形 这样子 换一个方式搭了 但是相对当然是说 使用到的空间上就会有限 但没有关系 就我们今天的装备都是带的OK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这次来所搭的位置 这边呢就是 它这边有写 挂一个牌照第十区 这边呢一共是两个营位 一共是两个营位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有点像是 零形的梯形这样子 所以以这边来说的位置来讲 就真的是比较要 两丈的 它说是五成八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衡量一下 各位这时候看一下 大概很难去划分啦 因为它毕竟它位置的切的来讲 就是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的规则 还是觉得各位的帐篷 最好都是在600乘600以内 是没有问题的 OK我现在问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正中间的六丈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要往它的浴室跟厕所的地方 看一下它这边的淋水机 还有它的冷冻库 冷冻...有冷冻櫃啦 不是冷冻库 好这是冷冻櫃 然后旁边有冷藏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然后旁边还有个饮水机在下面这里 OK那我们现在往它的这个浴室跟厕所前进 OK 再经过一个小小的目标的吹尸杖 然后走上来 好这个地方 转一下位置 然后现在它这个我就转上的这个位置呢 它就是有两个使手槽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里 然后小便有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是想的有点小尴尬 这个地方 然后虽然它是有做个疙瘩 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尴尬 如果有女生的话我会很尴尬 OK我们现在往浴室 浴室它就整个就是这样一整排 男女学生公众 这边第一件是坐式的马桶 然后过来它后面呢 就会像这样子 比较都是一体的这样 就是有坐式的马桶 然后一样有置物栏 然后有什么卫生纸 卫生纸在上面 卫生纸 然后是这样子 然后都是水桶 它的后面的话也大概都是像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干净的程度的话我觉得都还算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它一共所有五间的卫浴 五间的卫浴可以供大家做使用 那它的热水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是真的是调整上面 还是有时候是热水冷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调整好的话 下面有水桶可以使用水桶去做 混合的方式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和按赞加分享 我是捉链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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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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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